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登录阶段 使用触摸板 使用键盘输入都是正常的 然后等待进入系统 耐心等待一会儿 然后依旧会发现触摸板和键盘都狗带了 鼠标箭头停留在左上角 给我的感觉这下是一个软件故障 因为是在登录系统后才不能使用的 而当你外接了鼠标它又是正常的 所以我尝试重新电脑 重置一下SMC 开机后按走Common Option PR 直到机器启动 这个过程很长 大概要听到5次启动声音 我这里就直接快进了 但是还是没有用 进入系统后依然故障依旧 所以还是检查一下硬件到底有没有故障 重置电脑 按住D键 不放 进入硬件自检状态 选择简体中文进行自检 最后自检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也尝试过重新安装系统 但是安装开始就找不到触摸板和键盘了 拆开看一看吧 感觉是某个地方状态位没有复原 可以看到触摸板的连接线是非常薄的 它是利用卡扣来固定它的 把触摸板连接线穿进去后 然后扣上就连接好了 这个操作过程对于我老花眼来说比较困难 左右两边的排线都是同样操作 拔插一次 当然这样能够把状态位重新复原 看样子内置的鼠标和键盘都正常了 好了以上就是一场稀里糊涂的维修过程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